我们警察眷属 警卷的代表 还有我们青年学生的代表 有我们律师的代表 有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的代表 还有我们退休的警官代表 我们统统勇敢站出来 刚才听了叶教授的发言 相信大家都很心痛 警察受伤了 警察累倒了 甚至有不幸的警官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往生了 可是这群学生怎么说 他们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吗 没有 他们有丝毫的羞愧之心吗 没有 在网路上我们纷纷看到 他们说警察死得好 台湾善良的价值到哪里去了 甚至在黑色岛国青年阵线 的网页上面 各位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警察往生了 警察受伤了 要怪就怪马政府 要怪就怪国民党 这叫做承担吗 他们有勇敢承担吗 他们有勇敢负责吗 各位 过去我们这个国家 是无数的前人 前辈 他们流血流汗 奉献牺牲 才有我们今天安定的生活 才有我们今天的民主社会 在这次的社会当中 我们也看到 警察累倒了 警察生病了 警察的家人 警察的眷属 他们有话要说 各位 我们用我们的掌声 我们给我们警察的家人 警察的眷属鼓励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就请 我们警察眷属的代表 乌执行长 我们乌小姐 来给各位说几句话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中华民国警察眷属 关怀协会的执行长 我叫乌云琪 在这边 我们想告诉各位 表达一下我们眷属的心声 接连的诚情抗议 抗争让我们的警察都累了 身为家眷的我们 时时刻刻的 要担心着他们的身体状况跟安危 从318一直到现在 很多打着以自由民主为口号 霸凌法治为目的的人 把台湾搞得四分五裂 把我们台湾这个首都 也变成首乱之都 我们的警察是受害者 我们的警卷也是受害者 因为媒体的断章取义 所以社会大众被误导 也因为政客打压我们的警察 所以我们的执法尊严 诋毁殆尽 所以我们的警察很无力 我们的警卷很无奈 我们的民众也很无言 一直以来 我们的警卷都是默默地 守在我们警察的背后 支持着他们 我们做他们的后盾 但是长期下来 我们受不了了 所以今天我们有来自台湾各地 所有的警卷 我们今天勇敢地站出来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法治 我们要支持我们的警察 我们要他们的执法尊严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特别呼吁我们的政府 请政府要重视我们警察的执法权 还有我们的执法尊严 警察加油 警察加油 捍卫法治 捍卫法治 警察加油 警察加油 捍卫法治 捍卫法治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